这是我国最会打仗的四位开国将领 第一位 彭德怀 他一生戎马 战功赫赫 百团大战 历错日寇 朝鲜认争 打败美帝 第二位 刘伯承 千里越近大别山 制造了伟大的转折 以超强的军事实力 制造了百胜其谋之家计 第三位 肃裕 位列中国十大将之首 多谋善断 苏中战役 七战七劫 一战封身 毛泽东称他为淮海战役第一功 第四位 徐向前 不宜元帅 我国最能打仗的名帅 一生胜战无数 金融战役 开身解放军 战役的奇迹 此战役 敌众我寡 以六万打十万 最终解放城市数超十座 向这些开国将领致敬 为他们点赞